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部分呢 我們會是奇葩獎的頒獎典禮 那我們會有請Berman來為各位來說明一下我們的奇葩獎 那不過呢 在他setting的同時呢 我們來說明一下什麼是奇葩獎好了 大家好 那個謝謝Alan1跟Turkey他們很辛苦 那又到了每年我們這次最奇葩的時候了 那我其實今年沒有很想主持 因為我已經奇葩很多年了 那今年的奇葩獎是其實我是臨為壽命 我原來以為說之前沒有人準備應該是不會主持的 結果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奇葩組的小編 不是結婚的就是生小孩剛剛那個懷孕的 每一個人都在搞自己的事情很太忙了 所以我在前幾天才開始準備 所以今年準備倉促了一點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來HitCon 那我們在2013年開始我們就準備了這個奇葩獎 因為我們覺得每年都有一些光怪陸禮的新聞 然後非常荒謬的新聞故事 而且跟自然有關係的 我們希望把它凸顯出來 希望賦予它一些教育意義 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酸這些受害的單位 其實我們在酸那些記者 各位啊 我們在酸記者通常都亂寫一通 那我不知道各位你們每天都會看電視的舉手一下 很少喔 對 我通常回到家我都會控制自己只看10分鐘的電視 因為看超過10分鐘之後人會開始怪怪的 台灣的新聞實在太奇怪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奇怪的新聞出現 那以前的 以前我們小組還有另外一個希希臉 她今年沒有辦法來 因為她今年去結婚了 希希臉沒有來 我昨天還說你怎麼不回來主持 她現在還在歐洲飆車 她之前在台灣 各位我先講一下 她的飆車是在競技場 賽車場飆車 不是在路上飆車 然後她現在正在歐洲賽車 前兩天還貼了影片 我就說最好在爛攤子 我自己跑去玩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我主持而已 那今年的新聞其實 我覺得看起來跟去年有一些不太一樣 主要有幾個大事件 影響了新聞的發展 第一個就是比較常見的一般的 駭客入行的還好 但今年有個很嚴重的事像 Wanna Cry或者是勒索軟體 最近有非常多很有趣的 勒索軟體的新聞出現 那總共今天大概整理十則新聞 那我們最後面會從 我們Facebook上面把有投稿 奇葩獎新聞的會眾 我們選了三名 等一下會頒獎給他們 那第一則新聞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第一則新聞是 這個新聞其實不是很光彩 我們國內大廠 做網通業大廠的廠商 他們的產品到美國去之後 因為問題太多漏洞太多了 像之前還導致很多IoT設備 都有被入侵的情況 那這個產品它號稱 號稱說有什麼 Easy to Secure的功能 然後有什麼Advanced Network Security 但是呢 卻被外國人發現說 它把這個密碼 帳號碟寫死了 根本就無法更新 然後甚至很多的資材漏洞 這是後來導致這個廠商 現在要去美國銷售產品 都要美國法院review過產品 跟source code之後才能賣 所以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個 由美國法院認可的資安產品 在美國銷售的 對 這是我覺得我們大家特別注意 因為台灣的資安產業 我聽說台灣的資安產業 據說有400多億 我不知道這怎麼算出來的 400多億可能大概有390幾億 都是網通業或者是CAMERA 其實真的資安服務業真的非常少 所以這些產品的影響 可能影響我們台灣很大的一些經濟的活動 那第二則新聞呢 有一個網友投稿是這個 IKEA只上不下電梯 各位有去過IKEA嗎對不對 IKEA一般來講呢 上去之後 有些方式可以下來 比如說你可以上去用餐 用餐之後呢 你還是要下去一樓再到裡面去 後來有一個媽媽 她用了駭客的精神 破解了這整個的機制 她把商品卡推進去之後呢 東西搬完之後呢 用那個機制 用電梯再下來 然後搬出去 偷了好幾次 後來終於發現了 其實這個精神是駭客精神 但是這個手法不是我們所鼓勵的 下一則新聞是這個 駭客工程師涉嫌到5000萬台幣等值的比特幣 那這則新聞是這樣子的 這個黃南看起來十分木納 但是醫療電腦就聊得頭頭是道 變身成另一個人 他又專精於電腦不易突破 對於被懷疑偷取比特幣 他應訊時避重就輕 聲稱有人入侵他公司電腦 用他的IP去偷這些資料 我覺得黃南描述的特徵 好像台下蠻多都有特徵的 聊起電腦頭頭是道 然後表情十分木納 然後遇到說這個攻擊者來源師尹 的時候就開始講一堆專有名詞 說這IP不是我啦 我是被入侵的 就使用這個幽靈抗辯 就是這不是我入侵的 後來呢 這個檢察官將他的證詞一一擊破不予才信 可是有時候我們知道啊 檢察官的這個心證啊 有時候跳動非常大的 比如說下一則新聞 下一則新聞的話 這個檢察官就認為 有一個人他用家裡的電腦 用BT去抓電影 然後呢檢察官認定說 因為他有不在場證明 所以他就不予起訴 跟前面那個黃南 有這個天差地遠的判別 那各位知道啊 基本上所有我們下載 很少人會站在電腦前面 所以這個不在場證明 大家學起來喔 這個判例很好用喔 以後你就跟警察說 我有不在場證明 這IP不是我的 那其實要下載片子 要怕警察抓 方法有很多 其實你也可以去現場買 比如說像這個 去現場買 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新聞來講呢 還有幾個 這幾年 這幾年來很多很有趣的新聞 比如說像這個Losso軟體 那Losso軟體 有很多很有趣的反應 比如說呢 我們發現有一個Losso軟體 這個Losso軟體呢 入侵你的電腦之後 會分析你的通訊錄 因為它要把這個Losso軟體 在link寄給你的聯絡人 它如果發現你的聯絡人很少的時候呢 它就程式自動結束了喔 這是非常心酸的一件事情 我們被別人看不起就算了 被勒索軟體看不起 它認為你的朋友太少了 你不值得勒索 然後就程式自動結束了 那我其實台灣也是邊緣人 我們台灣也在很多國家 很多的國際賽事上面 或什麼都蠻慘的 也是邊緣 那這個軟體很特別 它會勒索這個社群裡面的朋友 所以發現你的朋友太少的時候 它就不勒索了 那也有勒索軟體是這樣子 它發現勒索完 然後中標這個人 還寫信跟那個勒索的黑產客服 黑產客服的 就是你勒索的時候你要付錢 你可以打電話去 我要怎麼付錢 那客服就跟他說 這個被勒索的人說 我的薪資每個月才400塊美金而已 你竟然你真的要勒索我嗎 然後他說好吧好吧 我覺得我們老實說 我們就不想勒索你了 幫你解鎖 所以其實我認為黑產還是有溫暖的 我們不是黑產了 我說黑產還是有溫暖的 我們對於這些收入比較低的朋友 是要與與同情的 那勒索軟體的出現之後 其實有很多種防範的方式出來 比如說我們發現 近年來有個投稿新聞很有趣 就是這個 前一陣子 有外洩的一些Explory Pack 這Explory Pack 可以入侵像Samsung的電視 各位知道 Samsung電視有一個功能 是有手勢功能 就是說你可以揮手 轉台 轉載音量 那手勢的功能 因為它要看你的手勢 所以它有一個camera 然後這個美國的情報單位 好像聯合了一些秘密組織 開發了這Explory 專門攻擊這個Samsung的電視 然後新的文出來之後 標準局居然突然發出一則新聞 他說要防範這個電視被入侵 它提供四點防堵的措施 哪四點我們看一下 第一點 不使用的時候 請把電視關掉 當然你不看電視的時候 電視幹嘛開著 每個人都把他關掉的 第二個 要購買並安裝有效的自然軟體 請問你家的電視有裝過掃圖軟體的嗎 第三者更好笑 要設定密碼並立行更換 你有設定過你家電視的密碼嗎 那其實這是一個額外跟大家宣傳的 其實後來的研究發現 其實密碼並不需要持常更換 每三個月或每幾個月固定更換密碼 其實是沒有意義而且沒有用的 原因是什麼呢 你想想一下你什麼時候就要更新密碼 第一個你的密碼外洩 你自己的電腦外的密碼檔或是密碼列表被獲取了 密碼被獲取了 或者說那個網站被入侵的時候 你才需要換密碼 如果在這兩個條件都沒有成立的情況下 其實密碼不需要外寫也沒人會知道的 那如果定期換密碼 反而讓很多朋友 可能密碼後面只加個 Burnman123 Burnman456 越改越簡單 所以現在有些人在推廣 密碼其實不用常常更換 必要的時候再更換 那第四個就還好了 登陸不安全的網站 開啟來路面的訊息 那我們認為這四點 其實對於電視的防目 其實一點作用都沒有 那要防範那個駭客的攻擊 除了剛剛講的這四點之外 我們還發現有一則新聞投稿也非常有趣 有一個網友在我們臉書上投稿 貼了的新聞 我猜好這新聞應該不是治安新聞 因為他說要協助IT人員 做治安的防護的密集 有四大密集 那四大呢你很難想像 它分成這四大 有牡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跟獅子座 各種不同的星座 都給你一個很完整的建議 讓你在開工的時候永保安康 那各位知道我們學科學的人 應該不要那麼迷信才對 怎麼會用星座來判斷 資安的風險跟IT的營運呢 但是IT人員真的不迷信嗎 你想像一下你機櫃上的那包 怪怪就知道了 那下一則新聞也很好笑 下一則新聞是在今年7月15號的時候 紅基跟大甲正蘭宮 我們的這個正蘭宮的 是標格嗎 推出了這個大甲馬祈福限定筆電 這個筆電有過過雲樓的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月份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要跟 如果你旁邊有做外國朋友 跟他說這是那個中國的萬聖節開始的 就這個月份 那有過這個香爐之後呢 就可以防範這個勒索軟體啦 駭客入侵啦 密碼資料外洩啦 永保安康 那我看了這個新聞之後 才驚覺說 這個新聞真的非常有趣喔 我後來查了一下 還有這新聞跟這很類似 就是在今年的5月18號的時候 有另外一種方式抵抗那個勒索軟體 就是有一個 對有一個穿著奇怪帽子的人 不是這個宗教不 這個宗教跟台灣應該比較少啦 他進行祈福 他撒這個聖水 可是其實撒聖水其實很危險喔 如果在機器開機情況下 撒聖水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各位應該知道 那所以看起來 我們對於駭客的攻擊 對勒索軟體的入侵 其實是一點折都沒有 所以我們用了很奇怪的方法 從過香爐啦 撒聖水啦 從星座的預測方面來 希望能夠阻擋這些駭客的攻擊 那看起來我覺得 資産市場應該還是蠻大的 我們可以擴展到更多的面向去 我們也許明年就改成 HECON海陸大法會 在這個時候辦中元節 跟中元幅度一起辦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那以上就是今年我們整理 有投稿到我們臉書 粉絲團上面的一些有趣的新聞 那其實是跟大家分享 雖然笑一笑 我希望大家更重視這些新聞 也如果遇到這些記者 也跟他們講一下 要記得多讀書喔 智商才會提高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邀請 我們有選出三位熱心的網友 我們要頒獎給他們 網友們來吧 有三個人 我們請那個我們的小編糊糊 請上來 我怕我叫不出你們的名字喔 你可以三個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你們是怎麼ID 投稿哪一則新聞是你投稿的 我是HT Lee 那個要求說付不出錢那一條 應該是我丟的 有點忘記了 我是Chris 我是今年的翻譯組 然後那個打開罵 祈福版筆電就是我PO的 我是Waltern 但是我PO的好像沒有在上面 有點忘記耶 有點忘記 很奇葩吧 可能是我刪掉了啦 但是我還是為了獎勵大家 踊躍投稿 我們還是有頒獎 各位請注意喔 我們在頒獎完之後 你到後面要還給我們喔 我們是要用十年的 這是道具喔 不是真的獎盃 謝謝 好 他们三个表情都非常木讷 还有再拍照 好 我们谢谢我们热心的网友 然后我们还有精美的礼物 奖杯还我 但是我们有奖品的 奖杯请放这里 谢谢 我明年继续发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奇葩奖 谢谢大家 谢谢